我们要具体看一下惠师的他的这些逻辑命题啊 他其实是有一点类似于这种智慧 其实就像观念论的 他是一种行要上学尝试 行要上学努力的 就是用利物之意 利物之意 什么叫利物之意呢 就是去便利每个事物当中包含的逻辑性的 规定性 就是traverse 甚至travers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things traverse 穿越事物当中所包含的一些意义 利物之意 然后说他就这个时候就说了 至大无外 为之大一 至小无内 为之小一 定义了两种东西 这个东西它不是定义啊 它是跟后面这个连在一块的 至大无外 最大东西 没有外部 无外 没有东西外于它 它是最大的 为之大一 就最大的一个统一体 the biggest entity 至小无内 至小无内 年纪太小不用穿内裤 开始穿开招物 不是这个意思啊 是指的 它太小了 没有内部可言 为之小一 为之小一 大一和小一 它都还是一 还都不是无 它都是一都不是无 为这个大一还是一 这个小一也是一 它不是无啊 然后无后不可及也 这个时候它把这两个命题 这两个命题都在定义啊 就没有讲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定义最大的东西 就是没有外部啊 然后它是最大的 为之大一 我们把它叫做最大的一 最大的那个 entity 最大的那个一 最小的东西 没有内部可言 小到无内部可言 小到甚至说想要去探查 就是大和小这些东西都依赖于外部 加个否定 依赖一个空间性加一个否定词 依赖一个空间性加一个否定词 那么大是通过对于一个空间性的一个 一个空间性 这个y我把说是最简单说成一种空间性 空间性状 空间的一个属性的一个否定 那么把它叫大一 这个这个小呢 也是对于一个内部内在性 没有内在性 那它就是小一 那么什么东西没有内在性呢 就是后面其实就实际上大一和小一 就是同一个一同一个 有没有定义最大的是无外 没有外部的 没有外部那就最大 没有内部性就是最小 对不对 好了它后面就来了 就是说无后不可积也起大千里 无后不可积也起大千里 那么无后不可积也就是这个至小无内的这个东西 最小的它没有它自己的内在 不可积也 它没有办法积累 它没有它自己的内在性嘛 就是我们画一个框的时候对不对 框有它内在性 所以我可以给它堆叠起来积累起来 还有它的内在我才可以叠它 它没有内在性 无后嘛没有后路嘛 所以不可积也 其大千里它是最大的 反而它是最大的 这个答案很简单 这个东西就是空间 这个东西就是空间啊 就是空间 空间就是无内的东西 空间没有内部性 就是任何一个框框 任何一个物 它都有它的内外二分 对不对 空间本身 它没有内在 空间里面是什么 空间里面不然还是空间吗 它自己和它没有内外之分的 所以至大它既是无外的也是无内的 空间啊既无外也没有内部 你给一个空间给我 这个空间自己就是纯粹的空间 自己它没有办法划分 只有空间没有办法划分内外 你理解吗 只有空间没有办法划分内外 言之以为弃当其无有 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弃之用啊 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边界空 纯空间无边界 纯空间无边界 这种情况下 你是没办法划分内外的 没办法划分内外 那它岂不是既符合至小的定义 也符合至大的定义啊 所以它无厚不可积也 它没有厚度 不能画个框框 我画个框框出来 它有边界 它里面才有内外之分嘛 内外之分 内部外部之分嘛 对不对 它没有内外之分 那空间是不是就不可积也啊 积不了 了解吗 无厚不可积也 但是其大千里 它是最大的 其大千里 它是无限大的 懂得吧 就这个三句话是连在一块 至大无外 位置大一 至小无内 位置小一 无厚不可积也 其大千里 这个至小无内 那个东西最小 你至小无内 其实这里代表是空间的那个 微分学 这个至大无外 代表空间的那个 空间的那个 这个代表空间 这个这个 这个是代表空间的最小量 最最小量 最小量 你们用哪个写的 用哪个写的 Delta 是吧 反正差不多 我不知道你们的 微分学里面那个标记最小 无穷最小量 就这两个 这个代表空间的绵密性 这个代表空间的无界性 他们都是对纯空间的一个把握 就实际上他在玩逻辑游戏 其实至大 不是通过无外来定义的 它和外没有关系 至大和没有和外部没有关系 你可以想象一个至大的 但是有外部的 至大有外 你可以想象这种东西的存在 你可以想象这种东西存在 至大有外 只要它可以内在绵密就行了 往里面去渗透 就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 就是说 呃 就是 就是 0到1之间的这个实数 中间的实数和0到 无正无穷中 这两个中间的实数是一样多的 他们他们中间是可以硬式关系是一样多 只要这边无限绵密就可以了 无限绵密就可以了 了解吗 你可以无限分就可以了 它是一个就是有一个机制比内外更圆出 不需要用内外这种这种二阶空间性 因为内外这种划分是个二阶空间性 有一种空间性比内外划分更圆出 它的名字叫做就是分 就是可以 放大缩小放大缩小就分啊 就是我这可以分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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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你分我再分再分 这种 就是 divide division 划分 这个东西是更更要更圆出一点的 而且是self divide 自我划分 我可以 0到1中间的这个实数的总数和 0到5 正无穷中间实数总数是一样多的 都是连续同啊 他们是连续同 无限绵密的 所以这里这个这个这个前面至大无外 未至大一至小无内未至小一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这个就搞定了吧 就搞定了 然后我们继续看那个 天与地悲山与则平 天与地一样低 天与地悲 山与则平 山和这个湖泊啊 是一样平的 啊 那其实就是 还是一个抽象关系 彼此依赖了一个关系 就是悲高低这个词 高低这个关系 它依赖于 既依赖于天 也依赖于地 天和地的相互关系 就高低 地是一个最低的基准面嘛 对不对 天和地 但是你光有地 是没有办法定义高低的 杯是一个相对关系 相对关系 平和这个突起 也是个相对关系 啊 杯和高是个相对关系 平和突也是一个相对关系 他们这个相对关系 相对关系里面的一个 是就必然包含另外一个 当你说杯的时候 就包含着高的关 就是所以你可以说天和地的关系 是一个杯的关系 天与地杯是一个高低的关系 这高低的关系 就是它一个就代表两个了 你了解吗 一个就代表两个了 当你说天和地一样低的时候 其实你就是在说天和地是一个高一个低 因为是天和地共同组建了这个这个概念关系 然后这个概念关系里面定义的什么叫低 什么叫杯 它相当是天与地构建了高低关系 高低关系构建了杯的这么一个关系 理解吗 因为这是这是最如果这是爹妈 这是儿子女儿 这是孙子孙女 这是爹妈生了儿子女儿 儿子女儿里面的那个女儿肯定是属于爹妈的 所以天与地杯可以的 你了解吗 天与地杯 然后下面一个它是和他一样低的天与地杯 就是他他们两个共同建构了杯这个概念 山与则平山和则两个东西共同建构了何为平 就是说你光有这个则你是不能知道何为平的 因为没有东西和他做对称 没有办法把这个差异感 所以他就其实就是一个原初的一个差异的一个关系 就是平必须在一个差异当中 你必须要有一个不平的东西告诉你不平和一个平的东西 好了我现在知道何为平了 是不是就把它产生出来的吗 一个高的东西和一个低的东西 天和地高的东西对比 那么我这个时候就知道什么什么叫低的 这个杯不就产生出来吗 但是在天和地产生这个杯之前 我们是不知道什么是高什么是低的 我们不知道这里的这里的关键点就是说你一定要有完整的天和地 你才能就是说这是爹妈你知道吗 这是这是这是父亲一级的 而这是儿子一级的这个这个杯和高啊 杯和高先有他们而且他们两个都得都得有 你才能知道有这么一个相互关系叫杯和高低和高 杯就是低嘛低下嘛 杯下低下好的 你有了这个之后回溯性的才说哦 地原来是杯的天原来是高的 那么在他们两个产生这对概念对子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存在一个逻辑瞬间 他们是共同产生了他们他们是同杯同高的 也就是说这两个对子这个对子产生这个对子 产生这个对子这个对子里面尚未预先定义 他就是杯的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不能直接说地杯 不能直接说地杯这个逻辑水上是错的 因为光有一个地是不能够建构去杯的 他一定要有天地之间的差异 那么为什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甚至可以说天若天地杯天杯如果写到一块是可以的 写到一块是可以的地杯天杯写到一起可以的写到一起也是错的 写到一起就是既然地杯不能写天杯也不能写 就是一定是说天与地杯写在一起才行 就是因为他是回溯性的因为他回过头来 我产生出这个概念对子之后我才给他指派 原来地是杯的原来天是高的 有那么一个瞬间天和地和天和地尚未被他们尚未被指派天高地杯 天高地杯这个东西还没有成立的瞬间 他但是他已经把它产生出来了 把杯和高的概念对子产生出来了 我再举个例子 但这个例子已经是很很好的一个例子了 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我再举个庸苏建例子 我就说两个壮汉吧 两个壮汉 就是更清楚的一个一个例子 就有一个大壮大壮汉 还有一个小壮汉 小壮汉大壮和小壮这两个人只有这两个人啊 我说只有这两个人他们定义了壮和弱 壮和弱 这个这个就世界上只有这两个实体性的男子 他们大壮和小壮 他定义了壮和弱 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大壮和小壮一起定义了弱 可以吧 当然可以啊 因为只有在他们两者共同在场 并且有一个差异显现出来的时候 我才知道何为壮何为弱 但是在这瞬间 大壮是壮还是弱不确定 小壮是壮还是弱不确定 他产生这个差异的时候 有那么一瞬间 大壮未必弱 小壮未必弱 而是说我把这个概念对子产生出来之后 他回过来指派 回过来再来看一看 我们 就比如说我举个 我回回过来 我再来看看哪个才是壮的 哪个才是弱的 就或者我说就是我再举个例子 再举个例子 你可能就懂了 小明考试考了100分 那个小红啊 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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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 我拿我自己把卫明考试考了60分 60分 然后在他们的差异当中 就定义出了什么是及格 什么是不及格 什么是优秀 什么是不优秀吧 优秀还有一个是 还有一个是一个烈不优秀 烈不优秀 就是他们两个产生的一个差异 他们两个产生的差异就是一个 一个是 一个是烈的 但是 他产生这个差异的时候 我们并不知道哪个是优 哪个是烈 了解吗 我并不知道哪个 我并没我现在还没告诉你100分是好的 还是60分是好的 如果这个题目是很垃圾的题目呢 了解吗 就是 而且我 而且这就是说 我们还不能知道他是100分还是60分 就是我们只知道天和地就是 哎 我靠就是小明和这个卫明两个人考了两个成绩 他一个成绩是一个成绩是x这个成绩一个成绩是y这个成绩好吧 x的成绩和y这个成绩它共同产生了一种差异 这个差异叫做好坏 好或者坏 这个好坏这个标准现在被设立出来了 它回溯性的现在告诉你 回溯性的回过头来告诉你 第一步是产生xy 第二步是产生这个差异 第三步是这个差异生成好坏标准 第四步是这个好坏标准 回过来告诉你 好坏标准作为一个标准 回过来评判这个x和y哪个是好哪个是坏 了解吗 所以在他产生出好坏标准 尤其产生出坏这个标准的时候 我们还不知道x是好还是y是好 我回过来拿着这个标准一对照 哎原来x是好的y是坏的 了解吗 了解吗 原来原来x里面我可以抽象出好这个 y这里面我可以它符合坏这个标准 同样也是的 天与地卑也是的 天和地产生出那种高下 卑 高和卑之间那种差异之后 有那么一瞬间 有那么一瞬间 高和卑这两个概念性的定规定性 没有回过头指派到 这里就包含了就是这个差异是优先的 这个这种智慧是很很了不起的 这个差异是优先的 在本体论上我们先把握到这个差异 这个差异直接闯入我们的法学秩序里面 宣称现在要赶紧定一个规则来把握这个差异 好要一个二元化的规则 这个差异本身它还未被二元化 未被二元化 那么它现在要求被二元化高和低 来二元化 二元化了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二元化的规则回过来运用到产生这个 这个二元化产生这个差异的那个两个东西上面 然后我就把天和地给它分开了 我把天和地给它分开了 然后高的那个叫做天 低的那个叫低 有点吗 所以说天与地卑 这个山与则平 可以理解的 那么这是第二个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就是这个日方众方逆 然后这个物方生方死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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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软件真的是有够错啊 看这个软件是有够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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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它拉到这里 我把它拉到这里 我把它拉到这边 我把它拉到这边 我有个套锁 把这一部分全给它删掉 把这一部分全给它删掉 删 好这样应该就不卡了 这个这个太阳刚刚到最中间 他就歪了啊 这个事物刚刚产生 他就没了 他就他就消失了 他就消失了 这个东西 你不要把它看成什么 时间是绝对的 不停的在流逝 那就错失了他的这个 哲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地位的 这错失了他哲学革命重要地位 日方众方逆 它是指的太阳在最中间的时候 他定义了何为中 那么这个中的定义 一定要通过这个歪斜啊 就这个逆啊 或者就是歪斜歪斜歪斜 歪斜 把握一个东西在正中间 你靠什么把握 就是靠 假设它再偏一点点 它就歪了 就是有一种 你把把握一个东西在正中间 其实你是包含一种 一种动态的比较的动态 但是是种虚构的虚构的动态的一种比较 就是这也是一个正中间啊 就是正和斜的一个歪斜啊 正中和歪斜的一个 他们两个也是互生的一个关系 就和刚刚一样的 刚刚那个高低一样的 方众方逆 刚刚正它就歪了 是因为正和歪这两个东西是相伴而生的 相伴而生 而且是一个虚拟的虚构的动态的一个比较 一个差异 这个太阳在正中间的时候 我为什么会能够感受到它的正中间呢 因为我必须假设它如果再 再移一点点 那它就歪了 或者说它还不到这一点点 那也歪了 那是不是它是不是再移了一点点 它时时刻刻都会再移一点点 对不对 它这个时间动态过 这个时候我们引入了一个 一个时间性的一个维度 首先它就是说这种这种空间关系 这种空间关系是二元依赖的 二元依赖性的 二元依赖的一种空间关系 你要把握何为中 你一定要虚构的说 它再动那么一点点 它会歪 现在不动 那就是中 但是它能不能不动啊 不能不动 时间性 这个时候引入了一个时间性 它不可不动 所以它叫 它就那个就是 方众方腻了 不要把它庸俗的理解成 哎 因为因为它 就是你没有理解到它那个 这个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空间关系是 就是老子那个那个智慧叫上下相形也 像什么什么就是这种对立的规定性 它不是它永远是成成对而出现 它不会是就出一个 你这个你要感受到它这个 就算那一个瞬间我把它时间暂停 你要感受到这个它正中间 你其实也已经感受到了它的歪斜 因为你在内心 假设它的歪斜 但是说 我们要反过来说 你何以在内心 在这种歪斜还不在的时候 你就能感受到某种歪斜 说明 正中间本身它就有一种自己和自己的差异 就有一种歪斜的可能性 就是中心性啊 中心性本身就有一种 就是由边缘性来奠基的 如果我们边缘性 这两种空间性的异象性 它都是空间的异象性 你要把握中心性 中心性 Centricity Centric Centric 或者叫 那你肯定会依靠 建基于某种边缘性 你不可能不依赖边缘性 就把握到中间性 那边缘就意味着偏斜 往侧面去靠 这是一个 那么如果这是一个现象学的问题 那么就是说 超出这个会师的理解了 他这里还是玩一个逻辑 然后物方生方死 物方生方死 他说的是物 他这个物是没有第一人称的 无低 没有第一人称报告的 他只能说物方生方死 这里一定要看到 他没有说小儿方生方死 没有说人方生方死 没有说什么 他说的 他必须 这个一定要记住 没有第一人称报告的 没有第一人称报告的 为什么没有第一人称 因为没有第一人称报 所以他的这个生 依赖于 依赖于 外部 外部观察 外部判断 所以在这里 这个生和死 不是第一人称体验以上的神 而是一个 活过来 活起来 这个东西一下子 活起来了 还有这个东西 一下子将死下去了 将死下去了 活起来了 将死 那么生和死的这个关系 就被 有点像行为主义的那样去把握了 有点像行为主义的 行为主义 行为主义 去把握所谓的生死 生死 就是外部观察 外部观察一生 外部观察行为主义 没有内在第一人称报告了 第一人称报告 在这里判断生死 不靠第一人称报告 所以叫物方生方死 因为你要判断一个东西 活起来了 其实你就要要判断 就是 比如说一个观察大分子团的一个生物学家 分子生物学家 他看什么时候这个大分子他具有一定的有 有一定的那种有机性 或者说你观察一一坨有机物 或者观察一些细胞细胞里面的细胞结构 看他什么时候活起来 活起来 具有一定的那种生机活力的 那你靠什么来判断 你就是不停的要去 什么叫死呀 他不同于死 所以生和死 在这个意义上讲 他又变成了一种动力学 动力学的一个空间 动动动态的空间结构 空间结构 就是他的那种运动模式 让你觉得他 诶比如他刚往这个方向突然停住 扭了一个大圈回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觉得他活过 诶活过 诶怎么回事 他不受某种必然性的控制 就是他自己可以扭转他的 本来控制他的那种必然性 他就有一种自己产生动力的 动力学的一种空间格局 可以运动动力学的一种 就是他可以自己成为self cause 他可以self cause 他可以自应自动 你记得吗 self这个 self effect 自己把自己激动起来 那么那么这种 这个东西一定要靠死来 那么死就是什么 死就是被某种动力学机制所支配 被某种将死的 被某种净力关系所所所所所所激发的 然后他运动 他自己没有他产生产生这种自我 自我就是自己涌动的那种那样 他没有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生而死 就是慧师在这里 其实是很伟大的思维 物方生方死是很伟大的思维 你不要把它说成是一种诡辩 什么啊 只要我一出生 我就在滑向死亡的深渊 神经病 他用的是无语 他没有没有讲低人生报告的维度 而且这个日方中方尼 他这里讲的是某种 静态 或者说是某种某种那种 叫做数学性的数学性的空间关系 中间测一点点这种差异 而这里他讲的是某种动力学性的 动力学 什么叫动力学 他自己可以就是有因果关系 然后因和果不是纯粹的变成一种 一种就连续关系 有有那么种原始因 可以打断这因果关系 了解吗 可以自设为动力 就是在康德意义上数学和动力学的二分 你们很多人不懂 你们那你们去自己去看一看 康德是如何区分数学 mathematical and 这个 dynamic 和动力学的 物方生方死呢 就代表这种动力学的一种一种概念对 他也是成对出现的 你要判断一个东西 突然活 哎 他这哎 他本来应该是直线 匀速运动 或者我弹他一下 他就应该弹走 哎 他动的时候 竟然他扭转了 他竟然扭转了 他竟然不服从这个必然性 运动的必然性 他自己给自己设定一个运动的原因 按照自己的因果性去运行了 这个是哎 他生了 那你要把握这种生 是不是得把握何谓死啊 是不是要在他上 上面看到他的死的那个位面啊 虚构他的死的位 就是说你对于他的生的那个那个性的把握 其实是靠他的死 靠他的 靠他的那种他服从必然性 但是这个时候他服从必然性不是 我外部的必然性 而是他自己的必然性 他服从他自己设立的必然性 一个凭空冒出来的必然性 所以生可以看成就是在 本来是服从外部的必然性 我本来一弹 他就往那边飞 但是这个时候他竟然 这就是死对不对 一弹他就往那边飞 他竟然自己可以死 他可以自己设立一个 弹他自己的必然性 我本来一弹 他就往那边飞 是不是给他设立了一个死 将死的一个属性啊 了解吗 我一弹 他就像玻璃珠一样就飞出去 他不是个死物吗 所谓的死物不就任凭别人摆布的东西吗 忽然之间他这个任凭别人摆布的东西 他凭空任凭一个他自己的摆布 他不是就是自己可以死吗 自己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必然性 自己可以给自己设立一个运动方向 那不就是方生方死吗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 生是什么 生只是一个自我设立的死 自我设立的外部 加引号 外部必然性 用于对抗那些真正的外部必然性 versus外部必然性 方生方死 他不就是可以 自己内在有种 我们真的可以拉康的话说 有种死亡区里吗 death drive 有种死亡区里 他自我设立的 方生方死 那我们回过头来 这个方众方的也是一样的 你要把握这个中 何为中呢 何为中呢 中是什么 中就是各种 什么叫正中间 各种偏差当中 一系列偏差当中怎么样 一系列偏差之中 那个怎么样 和其他 一系列偏差的位置中 和其他偏差 和其他所有偏差 都 不同的偏差 也就是说他偏差 于所有的偏差 所谓的正中 所谓的正中 对称 正中间的那个正中 他就是和其他的偏差 都不同 而其他的偏差 都是和这个正中不同 所以偏 中是由一系列的 一系列的偏差当中 那个最不同的 那个 所以这个中是最歪的 最歪的 最歪的 最歪的那个 他是最歪的 他定义了歪本身 他定义了什么叫做歪 什么叫做歪 这个其实就辩证法 其实就辩证法 我们甚至可以举一个很很诡异的例子 很 微观 所有的微观权利 所有的微观权利都是罪 都是不合法 微观权利 你们去问你们父辈何为微观权利 地方上的一些小事 但是如果有个微观权利 他把自己普遍化了 他把自己普遍化 并且以此来以此来设定 我就是一切其他微观权利的一个对立面 所有的其他微观权利都是罪 而只有我是 我是普遍化的 那我就是宏观权利了 我在这种情况下 我就是宏观权利 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中也是的 他是一系列偏差当中 一系列歪斜一系列歪 不不不重 不真不不正的那些位置当中 最正的那个 那他凭什么说的最正啊 因为他可以把自己普遍化 因为他可以由他自己做一个中心 然后设立一个 设立一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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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座标系 其他东西都占据不了他那个位置 这个位置只有他自己可以占据 啊 这个位置只有他自己可以 其他东西都有 依靠于他 相对于他有一个对称关系 而他自己没有他的对称面 其他东西 其他的歪斜的位置都 都有 都有对称 而他自己 他和他自己对称 或者说他和他自己不一样 他和他自己不一样 他和他自己对称 就是他和他自己不一样 是他就 和自己 就这个法线呀 这个法线 他其实他的对称 就是超出这个这个 他自己的设立这个矩阵的 他的对称在下面 他对称不在这 这这这个这个项线里面 这两个项线里面 他对称在下面 就这是空间性啊 这是一个空间 就是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歪斜当中的一个最歪斜的 因为你们要知道 要是何为歪斜 你们要知道歪斜东西是什么 方中方腻 歪斜不就是和这个 一开一开始的状态 是个水平状态 和水平状态 different from水平状态 和水平状态 不同的 就叫做歪斜 那么最歪斜的就是垂直 这样你懂了吧 最斜者 最斜的是垂直 就是只要是不平的 那么都是歪 那么歪到最歪的 和这个水平状态的差异 最大的90度角 你再歪的话 这个角度又变小了 又变成85度了 又变小了 最外的不就是垂直吗 不就是中吗 所以你一开始 把握这个差异的 那个对立面 并不是说不中者 不是说不中者 这个邪啊 不是说不中者是邪 一开始这个中 还没被设立呢 一开始被设立的是 是这个平 一开始是平被设立的 那么就是不平者邪 不平者邪 然后制邪者 制邪者 中 最邪的那个就是中 因为一开始 你一开始这个中 没有被设立啊 一开始你那个 你的抽象意识结构 只能把握这个平 你还没画出这条垂直线呢 这条垂直线不存在 understand 那么这个平是哪来的 平不是前面说了吗 平不是前面 山与则平 它是通过 山与则平 这个平是哪来的 它是通过外部世界的差异 原初差异 原初差异 某种物质性的原初差异 山和则之间的 一种原初差异 给你定义的 所以你不要问我平是哪来的 至少平是比这个垂直 比这个中 更原初的 了解吗 就是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构 有非常漂亮的一个结构 这是会师特聪明的地方 先定义原初差异 然后原初差异定义一个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 二元对立再来把这个原初差异给它概念化 概念化之后 这二元对立又引出新的一些对立关系 新的一些抽象归零性 抽象归零性 然后这些新的抽象归零性 就可以去说出一些命题 日方中方 你人方身方死 这个东西 如果不是对于抽象活动 对于人的意识活动的 那个过程把握的非常敏锐 你是查阅不出来的 这就是一般人学不了哲学的原因 他闭上已经就看不到东西了 哲学家是闭上已经看到的东西了 他看得到这些抽象过程里面的缓解和步骤 他能够区分哪个是以哪个为为这个 那个依靠的 哪个是以哪个为依靠的 然后我们再再再再来再搞一下这个 大同而与小同意 此之为小同意 万物必同必 此之为大同意 什么叫大同而与小同意 那么这个原文不可考了 我们只能去按照之前他那一期一期的操作 大同而与小同意 这个大同可以理解成就是说在一个 我举个例子 我举个例子就是下面这个 黄马离牛三大同而与小同意 此之为小同意 就是说 他在大的抽象的维度 更抽象的维度 他们是一样的 和他们在小的维度 他们是一样的 这两种一样不是同一种一样 就是两种identity 他来告诉你两种 两种同一关系 两种同一关系 这个是一般繁俗的人 一般繁俗的人 比如说 比如说我和你 我们两个都是人 这叫大同 都是人在一个更比较宽泛的一个抽象级别 我们是都是人 但是 我比如说我和另外一个女子帮你 我和你有可能我是我是男的 你是女的 那么我们在小的程度上就不是不是相同的 那如果我们两个都是男的 我们两个都是男的 那我们也是小同 我们在这个都是男性的意义上 我们是小同 我们在 但是 普通人认为这两种相同 不是同一种相同 叫做小同意 大同而言小同意 就是认为这两种identity 不是同一种identity 这是两个层级的identity 就是把同一性看成是滑层级的 把同一性 同一性 看成是 分层级的 这是小同意 这是一种小的同意 这种小的同意 小的同意 它定义了 这里是就是定义了 然后万物必同必义 万物必同必义 这叫做大同意 就是一切事物 归根结底都是一样的 另外一方面 归根结底都是不一样 这叫做大同意 就是超越了这种小同意 小同意是同一性是分层级的 而大同意在那边 同一性是不分层级的 而或者我们甚至可以说 同一性 同一性和这种差异性 所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 都是在一个福尔学网络里面 彼此依赖的 万物的同一性 无论你是哪个层级的同一性 你是在一个 你是人 就是你的动物分类学 还是你是在一个性别的层面 不同的层级的这些同一性 都是相互依赖的 然后他们的差异性 比如说你不是男的 你是女的 然后我们今天有这种差异 这些差异 也是在福尔系统里面 彼此依赖的 这是彼此依赖关系 而且考虑到所有的 这就是背后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所有的上一级的概念 和这个下一级的概念 抽象性 他们也是一个互生关系 所以这个层级本身就不存在 比如我举个例子 我们刚刚所说的 人或猿 这是上级概念 动物性概念 还有一个 这个 我再举个例子 还有一个贵人和穷人 贵人和穷人 这是个下一级概念 但是生物性和社会性 我们就说社会性 这两个概念在会师看来 就是不同层级的同一性 在会师看来 它也是相互依赖的 也是相互依赖的 你要说人的生物性 就人作为动物 它 纯粹作为动物 那你要说人 纯粹作为动物的时候 那你是不是这个生物性 本身是依赖一种 社会性的反面 我们就无视 忽视 或者叫去除 去除 人的社会性那一面 然后去看待人的生物性 那其实这个时候 你在去除它的过程中 你已经预设了 什么不是社会性的 什么是生物性的 你其实是在用这个标准 预先在这个社会性的标准当中 因为只有社会性自己 它定义了什么 就是这是依赖关系你知道吧 依赖关系 就是一种 就是一种 你可以把社会性看成是一种 就是人化的 还有这个自然的 这两个维度 自然和人化的这个维度 就它代表这个 我们自我认同的不同层级 从自然维度 我说我是个人 从一个人化的维度 我可以说我是个妇人 我是一个什么 我是个左翼 我是个男人 什么这种东西呢 那么这种划分 在会师看来 不同层级的概念 划分之间 也是 这是只有小的同意 但是这些层级之间的这种差别 它也是互相依赖的 也是互相依赖的 因为你要说什么是自然的 你其实就已经在一个人化的观念里面 人化自然去把握自然 你在一个社会性的 那个社会性的 社会性的一个这个 眼镜之下去把握自然 社会的眼镜之下去把握自然 你的自然并不是一个 你好像可以跳出社会去看到自然 那你请先告诉我 跳到什么程度算算跳出社会了 那你是不是从社会告诉你的 了解吗 就是说在这个以上讲 就是就是这个 这个是个解释学循环 解释学循环 你要把握他妈的什么是非社会的 非社会的 那是谁告诉你 还不是社会告诉你 反过来我说我要把握什么是非自然的 那谁告诉你还不是自然告诉你的 就是什么是生生生机的生机蓬勃的 有活力的 什么是死气沉沉的 是人的那种呆板的形式主义的 那你生和死不是又是互相依赖的一个关系吗 所以在这个以上讲叫大大同一 大同一万物必同必异 因为万物它的同一性和它的差异性 在抽象维度里面 所有这一整个 不管是上下分级的 还是上下同级并列的 比如说高和碑 前面已经证明了高碑这种同情并列的 他们是这样的 现在我又证明了他上下不同级的 比如说生物性的和这个和这个人 人的社会性的 不同级的 或者说这个方众方的一 他们是不是同级的 因为他是具有优先 他定义了他你知道吗 就是说前面这一部分是小 就是说这整个这个论证环节是有次序的 你们如果看到这边 认为他这个是仅是在罗列 那你请你不要学哲学 他不是在罗列 他是层层递进的 这前面的关系是层层递进的 你们不理解吗 他是层层递进的 他层层递进的 我一开始在讲纯粹的空间关系 空间关系 原始的空间关系 原始的空间关系 然后是从那个用 然后再开始从原始的空间关系 转到平等的抽象空间关系 平等的抽象的 抽象的一个空间关系 就是那个高碑平突 天与地地碑什么山与泽平 这都是一个平等的关系 然后再进入到一个不平等的抽象关系 进一步推进 第一步第二步 什么至大无外至小无内 然后进一步 推进到一个不平等的不平等的空间关系 不平等就是其实有上下之分 谁派生出谁 谁派生出谁被谁派生 不平等的一种抽象关系 就是这个 这个方中方 这两者是不平等的 他是更更抽象的 中是更抽象 他是二阶的 而这个歪斜 你他是一阶的 在这个一阶的这个歪斜当中 最歪斜的就是中 还有这个方生方死也是的 生和死他们不是一个平等关系 生是二阶的 死是一阶的 死是一种 这种一种必然性 受必然性的操纵吗 生是这个必然性 可以操纵他自己 必然性竟然是自相关起来的 所以生是二阶的 死是一阶的 所以这个时候 一种上下级的 谁派生谁的 不平等的抽象关系 也是相互依赖的 平等的抽象关系 也是相互依赖的 原初的空间关系 也是相互依赖的 所以在这样上 他就证明了 所有的抽象关系 和所有的空间关系 所有的事物的那种 具体可以说出来 可感的关系 都是相互依赖的 这三个维图 现在告诉你 不论是上下 所以这个时候 才有了这个 小同意 才能够 抵达这个大同意 小同意就是说 不同层级的同一性 他们是不同的 现在会是要告诉你 不同层级的同一性 也是 也是一样的 大同意 就是不存在的不同层级 这些层级本身 也是相互依赖的 这些层级本身 也是相互依赖的 所以叫万物 必同必一 因为万物 获得同一性 或者差异性的 无论你是从 不同的层级 还是从同一个层级 获得的抽象规定性 无论你是从 这个不同的层级 或者抽象规定性 还是从同一个层级 获得抽象规定性 他们都是相互依赖的 都是成对而生的 都成对生的 少一个不行的 都是相互依赖的 所以他们就是 必同必异的 学哲学 一定要学到 这个层次才行的 你学不到这个层次 你不要 尤其不要跟别人说 是跟我学哲学的 那我觉得 我觉得丢我的脸 然后南方无穷而有穷 今日适月而 这个西来 哎呀 这个好烦呀 我他妈觉得有点